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我当年的飞机回忆 好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主轴是以我十多年前 因为某些缘故常常搭飞机飞来飞去 累积了很多很好玩搭飞机的故事,买机票的经验 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聊就是 我对于几个主要机场有趣的回忆 其实像我说我们这一系列主要是我十多年前搭飞机 那这个我大部分大都是国际线 就是飞的比较远途的 可是各位不知道我们的印象 这个国内线的飞机长什么样呢 其实在台湾而言 这个好像在2005年还是2006年吧 高铁通车了之后呢 我们国内线的飞机就非常的稀少 除非你要飞所谓的离岛 比方说澎湖金门马祖 或者说你要飞东部 一般来说西半部的飞机就我印象 在高铁出现了之后大概都死光了吧 这个台北台南台北高雄的飞机好像都没了 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确定 但是呢在那个高铁还没出来的年代呢 其实我以前还真的有搭过几次 这所谓的国内线 国内线的飞机也蛮好玩的 国内线飞机呢 一般像我是驻台南嘛 所以我们一般的大概就是台北松山 或者是桃园飞台南或者是高雄 我记得是松山飞台南 然后这个桃园飞高雄 这个飞机我都搭过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要搭的是国际线的飞机呢 你必须要在飞机起飞前的两小时到40分钟之前呢 要到航空公司的柜台去check in 国内线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国内线非常方便 像当年呢有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高铁方便啊 你到现场直接买票直接上车啊 不像飞机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听到有人这样讲就知道 你一定没搭过国内线的经验 其实国内线当年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也真的是这样子啊 我们呢到现场你再去买票就好 然后买票呢直接就随便安检一下随便就上飞机了 毕竟那个年代呢 我想一下我那时候搭飞机的时候 911事件是已经发生 还没发生还没发生 所以那时候国内线的机场安检非常的松啊 就是随便过一下X光机 我真的这么讲 随便过一下X光机意思意思点到为止啊 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松山机场 我要搭飞机回去台南 然后我就在现场在对面的旅行社买了一个机票 然后就直接拎着行李啊小小的行李 直接就拎去对面的松山机场 直接啪就飞机就飞走了 我记得我大概是在起飞前的30分钟买机票了 那也都会有位置 当然飞机不会卖站票 不会像高铁有这个自由坐的那个车厢有站票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为什么要高铁这种东西 因为国内线很方便啊 我们呢这个从桃园飞到 从台北松山飞到台南呢 大概航程也就35分钟而已 真的你一起飞那个飞机到定点高度之后呢 马上就下降下去了 从台北飞高雄或者是桃园飞高雄呢 其实也很快啦 这个时间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非常方便随到随上 那你说会不会买不到机票 我是没有遇过啦 尤其是高铁通车了之后呢 据说这国内线的机票非常好买 好买到什么程度啊 好买到航空公司也都待不下去了 因为就这么讲啦 其实你从桃园机场飞到高雄 或者台北机场飞到台南呢 基本上都不会到太荒郊野外的地方 当然台南机场有点荒郊野外 可是呢比起高铁来讲 你今天你搭高铁从台北搭到台南 那个台南的高铁站真的是荒郊野外 而且现在十字经济还是个荒郊野外 高雄可能好一点点了 但台南真的是很荒涼 所以呢我都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高铁会击败国内线的飞机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市场取向了 市场使人 大家可能会问 那既然国内线 这种西半部的国内线 飞行的时间这么的短 会不会机场用餐呢 我必须跟各位讲 大部分不会 绝大多数我大概都是遇到说 OK他飞到一个定点高路的时候 那空服人就发个花生米啊 发一盒饮料就这样 但是我还真有一次吃到机上餐点 我也觉得那一次很奇怪 那一次我记得是从桃园飞高雄 那是晚上的飞机 大概7点左右的飞机 真的我们飞机飞到定点高路的时候 他马上空服人 马上就是发餐点了 那当然是一个人一个餐盒 因为国内线这种飞机 他我在拆来应该是没有微波炉这些设备 他就是一些冷 算冷的吗 就是没有说很热的那种东西 然后让我们吃 我们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喜出望外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蛮有意思的 但是那时候我唯一搭过一次 国内线的航班 有机场餐点可以用的 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现在国内线到底还有没有餐点可以用呢 我也忘了 因为那个大概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好那这是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以前国内线有趣的事情 那接着呢 其实在台湾的机场 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了 一般我们会利用到的几个机场 大概就是陶渊中正机场 现在叫陶渊机场 或者是台北松山机场 还有这所谓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 大概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这几个机场嘛 那么这几个机场呢 坦白讲啦 松山机场从以前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了 各位要了解 在陶渊中正国际机场出现之前其实只有松山机场 所以从以前呢 松山机场就是所谓的国际线的机场 那为什么要盖这个陶渊中正国际机场呢 据说啦 是说因为松山机场的跑道不够长 所以七四七一类比较大型的客机啊 有一说是没办法起降 有一说是说起降的危险性太高了 那其实你去观察一下腹地 真的 松山国际机场它的腹地就这么大了 它也没办法再扩建 因为旁边有马路啊什么的 那么陶渊国际机场呢 它就一直扩建 像我们节目录制当下呢 好像有所谓的三骑航夏的工程 正在如火如土的进行当中 那相对的 这个我们现在在松山机场 要搭到国际线的机会 相对少一点 大部分都是在桃园机场 现在改名叫桃园机场 那松山机场真的 这十几年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就可能里面的装潢稍微变一下 毕竟它可以延伸的空间有限 变化比较大的还是桃园机场 桃园机场呢 就我印象 以前年轻的时候 以前小时候去搭桃园机场的飞机 我会发觉 虽然桃园机场比较新 但是你会觉得里面的设施什么了 真的比不上 不是比不上 跟松山机场真的是差没多少 那个掉掉 而且以前桃园机场只有一行下 你现在去看 桃园机场一行下已经改善很多了 我几年前 十几年前那时候 我常常在飞来飞去的时候 那时候一行下还没有什么装潢的改变 你就会觉得 真是古色古香 用日文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秀哇呼 就是很有昭和时代那种 八年代七年代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一个 桃园机场让当时大家很诟病 还有件事情是什么呢 不是漏水 这个漏水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应该说这几年才比较被人家诟病 以前还有一个很让人家诟病是什么 他的餐点 以前我们在搭飞机也好 我们现在在搭飞机也好 像我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们在上飞机之前 不管飞机有没有公餐 我都会在机场先填饱肚子 唯独就是以前我去桃园中正机场 或者桃园机场 这个是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机场里面东西非常贵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 我们两个人要跟旅行团 因为旅行团 他check in的时间遇到一点延误了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可以先下去楼下自行用餐 那个时候我就有听新闻报道说 桃园机场的饮食被人家批评什么的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领教过 那一次我跟我妈 我们两个在地下美食街 这样逛了一下发现 哇真的是名不虚传 超夸张 我跟我妈我记得两个人 那时候20年前 我们两个人就去选了一个看起来最便宜的自助餐 然后夹了一个主菜 每个人夹了三个副菜 然后再各要了两碗白饭 两个人这样吃一吃快300块钱台币 各位你会说 没有啊 现在你在台北这样夹一夹300块台币差不多了 各位那是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同样的菜色 在台北来讲 以台北的物价来讲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这样吃起来 顶多在台北打死120 二十年前那种物价 可是在桃圆机场就是对不起 几乎三倍价 然后我们那边哀哀叫 结果我们同一团的有另外一组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去吃了600多块钱 她们也是傻眼 哇塞这个东西真的名不虚传 而且更厉害是什么 超级难吃的 真的会觉得 本来就已经不是很期待飞机餐点会有多好吃了 没想到那一次我们吃完之后 反正非常期待飞机餐点 飞机餐点还比地上的这些东西好吃 那时候桃圆机长大家都在抱怨 又贵又难吃 后来二行下开业了之后 二行下的硬体比较好一些 但是我记得她的吃东西也不怎么样 还是一开始我记得二行下好像还没有吃的东西 甚至到这几年 慢慢的被人家批评了这么多了 一行下的装潢也不断在改善 还有就是她的美食界改善了 现在一行跟二行 我觉得美食的好吃的程度 真的是跟以前差很多 而且如果你想要经济实惠的话 里面还有便利商店 像我们这种穷人 难得有机会搭飞机 杀猪公杀了不知道几只 好不容易筹满买机票的钱 哎呀就去桃圆机场 要去吃饭的时候 一定是选择便利商店 把这个饭团拿来裹付 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帮手 那当然了桃圆机场 它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 一行下跟二行下 那目前三行下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一行下跟二行下 基本上它是相通的 所以呢我以前也发生过一个事情 很好玩 就是跑错了 比方说我的飞机是在一行下 却给你 结果跑去二行下 那从一行下要走去二行下 真的是蛮远的 不过在这两个行下之间 有一个所谓的通勤的电车 只是我以前去搭的电车 不是很方便就是了 因为它电车不让手推车上去 我不知道现在改善了没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不是非常的方便 尤其我这个人呢 每次出国搭这种国际线呢 都是大包小包的 都都当货柜车一样 就满载出发 然后满载而归 所以对我来讲 要在两个行下之间移动 不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次 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个飞机降落了之后 因为两个行下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降落的时候 如果降落在两个行下中间 那就有趣了 我自己曾经发生过一次 就是我飞机降落了之后 我是降落在一行下的登机口 然后我的行李却跑在二行下 所以说那时候真的走死了 因为航空公司有地勤人员指引说 哎呀那先生不好意思 你要到二行下去check in 我记得那个走 真的走到这腿都快断掉了 真的是很长很远的距离 然后还有一次 是我一个日本的朋友 也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外来就更糟糕了 因为他根本搞不懂 什么叫一行什么叫二行 所以第一个是说我也接不到他 第二个是他的行李又在另外一侧 那次我们真的是 两个人蜡烛两头烧 相当的困扰 那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但是以前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蛮困扰的 好了那这是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当年我对桃园机场的一些印象 那至于高雄小港机场呢 其实本身我用小港机场的机会 就不是很大了 那就我的印象 小港机场改变的也不是很多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大概还是小港机场航班 真的是比桃园机场航班少很多 那可能比方说一个小时 桃园机场可能有个三班五班的航班 那小港机场可能就是一个小时一班 所以小港机场呢 你要接机要接错机也很难 你要搭错飞机也很难 而且小港机场我记得 就是只有一个航下而已 那再来就是说小港机场 相对可以逛的东西 可以吃的东西选择也稍微少了一点 小港机场里面有没有便利商店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 小港机场里面的饮食怎么样 我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我好像没有在小港机场里面 用餐过的经验了 那这是我对于台湾几个 国内线的机场比较有印象 其他像台中机场 我是没有去那边搭过飞机 台南机场的话呢 我在那边搭过一两次飞机 像我刚刚讲的嘛 从台北松山飞台南 那还有一次呢 是从台南飞金门 那台南机场其实非常非常小啊 它是一个军用机场 然后兼民用机场 所以里面呢 我记得是没有卖吃的 那一些民产店 你说要当民产来当这个正餐 好像也不太好 就一点点一丝一丝的店家 就这样子 小小一个也没什么 这个出来就是几台计程车 就这样子 公车好像要等很久 也没有所谓的机场巴士 当然没有这种东西 因为它的客运量非常非常少 可能两三小时才一个航班吧 那至于金门机场 那就更不用讲了 金门机场就是所谓 里岛居民的一个生命之助嘛 所以金门机场虽然规模小 但是呢 它的航班的运量 我记得还算是大了 而且呢 金门容易起雾 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容易起雾 一旦遇到的起雾呢 哇这个机场这个水泄不通啊 好在我那时候飞金门 还有从金门飞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没有这个出现船舟中的 这个人山人海的这种景象 至于台湾其他机场呢 我就真的是没有去过 可能只有去送机 但是我没有搭乘飞机的经验 所以这部分呢 等到以后我有机会 去这些机场搭飞机 再跟各位好好的聊聊了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聊到 在台湾几个机场 不管是国内线 还是国际线的机场的情况 接着呢 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 那所谓海外的机场怎么样呢 好的海外的机场呢 在我十年前常常去的机场呢 主要是香港的赤辣脚机场 还有这个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 这个去了N遍了 那我们先来跟各位讲讲香港好了 其实香港呢 最早的机场叫做 启德国际机场 启德国际机场呢 现在好像还是空旷一片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当年我也是搭过飞机 去启德机场起降 启德机场起降 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 各位你可以去上网去找当年的资料 启德国际机场 启德国际机场起降难度在当时是世界一等一的难 我记得就是 他要飞 就是要转弯 转弯结束之后 马上就要落地了 所以启德机场 尤其他又有台风 又有一些侧风 那个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机场 而且他跑道很短 我印象中啊 当时这个在启德机场起降的时候 那个我们在飞机要靠近机场的时候 都有一些地面的指引灯啊 指引的标示什么的 很多标示当时是盖在民宅的顶楼上面的 像那个当年有一个港片叫做不脱卧的男人 是钟正涛跟张曼玉主演的 当时他们里面就流行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叫飞机 就是钟正涛他觉得心情不好要发泄的时候 他就对着起舌机场起降的飞机 在他同一艘飞过的飞机里 那边大叫啊 那边大叫啊 那边发泄 当时的情景呢 就是跟那个电影演的一模一样 那个飞机直接从民宅上面掠过去 你真的可以看到民宅在亮衣服 你从飞机窗户就可以看到民宅在亮衣服 騎乘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降降下來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下降下來之後你check out 通關了之後 馬上就香港市中心 所以當年我們搭飛機去香港的時候 我們非常開心 因為你根本就不用花這些路途 這些時間根本都不用 一下飛機馬上就市中心 就跟你搭這個松山機場一樣 一下下來就台北市區了 非常的方便 只是騎的機場它太小了 而且它難度太高 曾經也發生過一些空中的意外 然後這個香港政府 於是就在這個大宇山這邊開了一個機場 關於大宇山開機場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那個中英時的電影 就是龍的傳人 他上面有提到 在大宇山大澳那邊要開機場要徵收 後來也就是現在的所謂的 這個香港赤辣角國際機場 赤辣角國際機場啟用了之後 當然騎的機場就廢掉了 那赤辣角呢 當然離香港的市區比較遠 所以一般你要去香港的國際機場的話 赤辣角國際機場 你就要搭機場巴士 或者機場的捷運系統機場快線 那赤辣角機場呢 它的規模是騎的機場 N倍大 超級大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當時赤辣角國際機場 在1997年開業的時候 應該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機場 可能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機場 是不是第一大 我不是非常確定 那個規模真的大到 你可能會在裡面迷路 它裡面呢 我記得它有大概三個主要的主體建築 那三個主要主體建築 本身是有這個接駁的地鐵 輕軌可以去連接的 那裡面你真的要逛 真的會讓你逛不完 真的 但是其實也不是逛不完 就是說這個商家呢 你真的要走你會走很久了 但是商家大概也就那幾間而已 就是同樣一間商家可能有好幾個分店 類似像那個樣子 那裡面呢 我覺得它的硬體的設施真的是規劃的不錯 那各項的指引呢 你要在裡面真的徹底的迷路也不是很容易 只是說你會走真的很久 所以呢 香港吃辣腳機場裡面那種接駁電動車呢 那個生意技術不錯 我常常在那邊看到 有人在那邊搭那種接駁車子這樣跑來跑去的 非常的方便 那當然我們這種花不起用錢的人 只好自己拉的行李箱自己慢慢走了 那這是吃辣腳機場 那至於呢 這個其他的國際的機場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呢 我們就留在之後的節目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其他我在海外遇到機場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了 OK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容 非常高興各位收聽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 我是Selzer 我們下午再聊 掰掰